在十多年前,顾玉燕跟着家人在逛街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了一位老师傅 用双手捏出各式各样的捏面人 当时就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在后来便开始跟着老师傅学习捏面人 这十多年下来,顾玉燕练就一身好功夫 并且固定在西门町摆摊 她说,固定摆摊是怕客人找不到她 而另一个原因则是 西门町有很多的外国观光客 她想要赚外国人的钱 并且将这项中国传统技艺能够发扬下去 热闹的街 拥挤的人潮 这里是街头艺人喜欢涉滩的地方西门町 只要你的东西够吸睛 就会像这样,很容易聚集人们围观而来 顾玉燕忙碌着捏,就是赶着捏出客人指定的捏面人 小小的摊位摆满了各种造型的捏面人 卡通人物,手机吊饰,项链等等 这些全部都是顾玉燕的一双巧手,所捏缩出来的 十几年的捏缩经验,累积了顾玉燕的捏面好技术 当初和家人逛街的时候 看到老师傅的捏面人是个个栩栩无声 让她好生的羡慕 于是顾玉燕心里暗自的期许 要跟着老师傅来学习捏面人 有朝一日也要跟着老师傅一样 捏出她的捏面人生涯 刚开始是边坐,老师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学一些经验 可以出去边坐,边赚取那个经验 那时候刚好也失业 老师更鼓励说一定要走出去 所以刚开始出去的时候还是怕怕的 因为比较怕生 所以面对那个就是客人的时候 还是一直会发抖,头都不敢抬起来 可是她出去几次之后 慢慢就会比较顺了 就开始走入就是脉衣的生涯 喜欢到处玩到处走的个性 让顾玉燕虽苦也觉得乐趣十足 但这些年下来她觉得应该要固定了 这么一来不怕客人找不到她之外 顾玉燕觉得捏面人 是中国民俗流传下来的传统记忆 应该要将她发扬光大 于是她想到了西门丁 其实在西门丁的形式 它大部分是偏向年轻人 所以做的东西也要偏向卡通化的东西 又流行的东西才有用 那我会其实我喜欢这边 其实重点是因为这边 因为外国观光客比较多 那我可以多赚一点外国的钱 对那就是拼下经济一下 正如顾玉燕所想的 在西门丁摆摊 确实能够吸引到外国的观光客 而面对顾客的指定要求 顾玉燕自豪的说 只要有图样给她看 基本上她都可以捏锁出来 而且捏锁出来的样式 保证让顾客都满意 澳门有看得到这个面面人吗 没有啊 就是你们有在做这一些啊 所以今天来西门丁 你们是毕业旅行吗 还是自己来玩的 自己来玩 所以就看到她在做这个东西 对啊 你觉得她做的东西怎么样 好真的 真的很可爱哦 就是跟真的一样哦 对啊 来自澳门的游客 对于顾玉燕 捏锁出来的哭泣而满意极了 这个属于中国传统记忆的玩意儿 澳门游客既没有看过 也没有听过 透过这个小小的捏捏人 顾玉燕成功地向观光客 行销了台湾的传统艺术 但在几年前她却曾经想要放弃灭灭艺术 其实辛苦也有 可是喔 那个 那个 乐趣什么都有 可是喔 就是真的 这几年期一路走来 其实应该算辛苦比较多 对 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其实 艺术画面其实 是蛮难深处的 对 如果不是对这一 那个 对这份艺术 这么爱好 对 这么投入的话 其实 前几年期真的很想要放轻 那是什么让你坚持继续要做下去 嗯 其实家人的支持啊 也蛮重要的 对啊 顾运院用细致的巧手 捏出迷迷的各种卡通造型 还有公仔 以前用面粉为材料 现今都改以树脂土来塑形 色泽新面分明多样 而且容易保存 也比较不会变形 西门町人潮多 顾运院的手忙碌不途 老公也尽心地陪伴 负责招呼客人 手没有那么巧啊 对啊 手要很巧才能帮他 就是介绍这个特性 给客人了解而已 对 然后介绍 就是 他的特质啊 特性啊 然后介绍价钱这样子 两人一路相伴相随 到现在 一个负责捏 一个负责解说 顾运院怎么也没有想过 因为年轻时候逛街 惊鸿易撇的捏捏人 捏出了他的慢意生涯 也捏出了他美满的家庭生活 看着每一样作品 被顾客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上 还会惊呼赞叹 好可爱 那种喜悦使他满足 也是驱使他继续捏下去的最大功力